我們也請市長帶著我們今天所有的貴賓 來向我們的靜默之聲獻花 一同向雙待著獻花之意 紀念十百年 十百九年 玉座藤青的十百年 紀念峰區 十一月二十七號正式來開用 秀仙有了二十年有創意到 少年才的家宿和現場的貴賓 也代表二十八十三位秀仁家 這道靜默之聲的情話來援揮 對著這間發生在日本時代台灣最大的空日市場 文靜默之聲獻花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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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盡處到阿弟的觀音 尼尊立的師匠的確信人數 經過全國學者調查之後 希望的人數是2833人 調查出來 真是2833位 所以剛才一開始 邀請市長和在座國尉 我們是我們的公共藝術 陳毅堅老師出現靜默之聲 用鐵仔 用他的原色 代表台灣人的純樸 比較堅毅的精神 2833位長 每一塊 代表一個受難者 雖然已經不說話了 不過 我們從這些律師來了解 來追到他們 因為這個地方是這個屬性 非常重要的一個律師店 最大的交戰的地點 就是我們藝術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作為紀念名區 作為紀念館 有相當大的意義啦 剛才剛才藝術這個地方 學校長有特別提起 我們陳毅堅老師 所設計 靜默之聲 就兩千幾個爭仔 每一塊 代表一位英靈 那第二個意義呢 就是跟歷史公開 如果中心把這個屬性給它 讓它有一個 應該有的 歷史的意義啦 它不應該 劈面 討論這個屬性 也不應該 如果有討論都稍稍 無法討論環境典現 其實 大百年屬性 我們大家都知道 比有什麼屬性更大 就是我們時代裡面 所有的屬性當中 整部最大 時間最長 環圍最跨 受傷害的人 也是人數也是最多 當然之前 對 後來的 日本時代 日本政府的政策 的影響 除了之前是最大的 市長 當時來進一步之春 大百年屬性 所作的造成的影響 第一就是 本土 的這個 文化的 認同和建立 第二就是 社會的改革 第三就是 國家尊嚴的建立 我們也很希望 這個大百年屬性 紀念港区 可以出現 在地 這個屬性 所典現的 自由的文化 還有很多人 來到我們 山區的時候 不是只有吃山羊 也不是只有吃冰 可以開革 過期 在土地上 所發生的屬性 跟它所 影響的 千萬的意義 今天來開香港電影中 也請來 100年屬性的家俗 說出他們所受到的 痛苦和恐嚇 對 日本人 我就去屁股 那就是我 十二三歲的時候 我的阿嬤 看到日本人的時候 整個城區都在屁股 在中間 我現在想到 然後 他想要老婆子 這就是我的阿嬤 師父 還師父 好生 他這個 褲塔 在那個三十年後 他要在 全空 要在不安 看到日本人 要過去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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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方年事件紀念館 今天正式 剪 剪 剪 那未來呢 本來 每個都會持續的來開放 因為100年紀念文庫剪剪後 下市長就含著大家 聚會來打一觀 來 今天100年屬性的 吉利雷雷雷雷雷